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饿东南海 刚刚我正在修一台电视案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他是从我们县城那边过来的 50公里 然后去其他一个地方 然后顺便给我带来一个东西 让我给他弄一下 就这个玩意儿 看起来很简单的 一个什么凯利德的 上面写的是凯利德的 一个行车进入仪 然后这个USB口 好像里面是个洞洞 现在是 好像说他也找人修过 然后也是没用多久 又变成这样了 所以让我给他弄一下 不想就是闹院跑过来 在县城里 在50多公里了 所以说那我们就帮他看一下 这东西 看看能不能给他换个接口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准备 现在先拆吧 二国不同拆机 四周有四个螺丝 先拆开看看 还贴了一个保修的标 在这里 还贴了一个保修的标 在这里 还贴了一个保修的标 在这里 很细也很细不细 哇 这个要拆电路板了 上面还有四个螺丝 卡还没取出来 这最下面有个排线 这还不好弄 有个屏幕在这上面 再拔中一点 这个排线都断了 不好弄这地方 哇 这个线好像已经 基本上烂掉了 我们看起来找不找得着 找一模一样的啊 因为他这原来这个接口 这个地方被人动过了 这不翘起来了吧 就是可能是原来掉下来之后 翘起来了不好汗了 我们找一个看看能找不着的 就是这么下来的一个USB扣 这个用风枪也不好弄啊 底下还有个排线 而且排线非常爆把感觉 这露铁的焊一下我得了 焊一下之后加固一下 我先把这个焊点上去清理一下 冷過了 走 轻便 齒 然后 bene 饽 没 conclude 哎呀 好朋友们 分了老劲 这玩意中文修好了 还可以用 这是倒着装 是吧 倒着装 是吧 你看看 看到没有 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为什么要开机 又闪几下 暗速什么道理 我也搞不懂 拍照了 自动拍照 现在还没插卡 好朋友们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也是一个更换尾差的 一个小视频 随着老乡不远 五四公里 速过来给我修的 那没办法 只能给他弄一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喜欢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好吧 拜拜